那身体的帧数比头部要多 那你这个地方呢穿过一次 你可以再穿一次 然后再缝到头部的下一针 这里要拉紧 再缝头部的下一针 这样帧数呢就错开了 只要把这个一圈给它连接下来就可以了 这样缝合 然后再接着缝 到最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口 我们要填充一点棉花 不然这个连接的这个位置 它会有一点凹进去 比如说这个地方 填充棉花有点少 头部塞一点 身体塞一点 这样它在连起来的时候 才不会这样 这个形状会凹进去 然后继续缝合 最后这个口比较小 那你的缝针呢 就从外往里穿 然后再拿出来 你觉得怎么样顺手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口越来越小 接下来 好 这里也不用塞太多 不然的话它会形状呢 它是这样会好看一点 好 继续看一下 到最后这针 直接从边上 扔你的地方 这样斜着穿过去就可以了 好 这样这个头部和身体 我们就分好了 封完之后 把这个线头藏一下 藏线的时候 你就藏在这个连接的位置 只好 这样从那边穿过去 然后从这个线圈上 给它套过来 这个是花色的 并且在这个连接的位置 也是看不到的 我们就这样子 给它扣一个结就可以了 然后再顺着这个边上呢 给它穿一段距离 再剪掉 像这样 头部和身体我们缝好 缝完之后 要再来看一下 要区分一下 哪个是前面 这个是我们引拔针 连接的位置 那这个是这个头部 脸部是这样 鼓起来的 然后你再这个 你目测一下 就差不多是一个 中间位置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标记一下 这样你再去缝 耳朵和手臂 要知道这个是前面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缝和这个手臂 或者缝和耳朵也可以 先缝和这个手臂吧 拿出来 这个手臂呢 就贴着这个身体上 像这样 在这个连接位置 对吧 这样贴着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身体像这样 你先两个呢 给它这样拿起来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确定好之后 然后再缝一个 捏着拿好 这边是线头 这个缝和就是 我们挑身体上的线 再穿胳膊上的线 这样来回的缝 穿出来身体上之后 然后 从胳膊上 这样直接穿过来 然后给它拉紧 接着再往下穿 然后又缝到身体上 这个缝针 你可以给它这样弯过来的 到这个侧边上 线在外对吧 从这个外面 给它 就像这样 挂住最边上的这个线 穿过来之后 往边上 给它挪 像这样看到没有 这样再去拉紧 就是边缘位置 它会贴合一点 而不会撬开 然后你这样连好之后呢 再觉得哪里 如果说你看像现在 我们看一下 它有点这样 往后这样撬过来 这边有点翻过来 我们要这边呢 再给它 巩固一下 那再穿到这一面 穿到这个胳膊的前面 这个是脸部 差不多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最边上 也要像刚刚的一个方法 挑最边缘的线 然后呢 你给它 往这边再挑一根线 挑身体上的 这样连接 这样平接起来 这样子的拉紧 你看它就不会像刚刚这样 往后翻 这样会贴合 或者这个前面这个地方 往下呢 你再多缝一阵 然后再挂住 胳膊 你侧的这一点线 最后呢 把这个线给它 往这个身体里面 任意地方 给它穿出来 像这样 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呢 给它藏线 藏线你可以 挑这个纹路上的 就是这个最表面上的 然后再这样穿一下 这里一看 刚好是到相同的颜色 对不对 那到同色的地方 你把这个线呢 给它退过来 隔着一根 隔着一根呢 再继续往前穿 再这样扶过来 手一边 滑 这样再去拉紧 它相同颜色也看不出来 然后随意的穿到里面 给它带出来剪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藏线的方法都是这样的 后面呢 大家藏线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方法去藏线 我就不再重复的 这样去演示了 然后另外一个胳膊呢 用相同的方法 这样给它缝到这一边 大家这样把这一侧缝好 好 现在这个手臂呢 已经缝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缝合这个耳朵 耳朵呢 看一下 这个从头顶是露出来三圈的 也就是一二三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大概是在四五六七 占据这四圈的一个距离 多一点也没有关系 就是两边呢 你这个头顶的位置 给它这样露出来三圈 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穿上缝针 然后这个线从上向下缝 按你这个捏的形状 这样给它离过来 线头就到这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浮测一下这个位置 要和胳膊呢 也要对称 先看一下 一二三 大概这个位置 好 像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可以了哈 好 找到差不多 就是这个前面的位置呢 然后我们这样 一二三 挑第三圈和第四圈 这个中间凹进去的这个线 缝针呢 这个头部给它这样翻过来 就会好缝一点 好 确定好这一阵之后 然后呢 就顺着这个方向 给它缝合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 我们再穿到这个耳朵上面 缝一张给它拉紧一次 然后接着再 那延伸下来 挑头部的线 然后再穿耳朵 从后面 穿到前面 像这样 这穿的时候 可能会带着里面的棉花 然后你给它这样 理出来哈 因为线粗缝的时候 可能会带一点 没有关系 然后再这样 往下一 缝到 头部 就挑这种 中间连着的这个线就行了 像这样 你看到没有 这样就可以 然后拉紧 缝一针 拉紧一次 好 到最底边了 缝最边上的 这个线